你好 欢迎收看4月28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萧家辉 台东县政府组团赴纽西兰取经地热产业 28号行程安排参访毛利文化地热园区 里头除了有地热喷泉 泥浆池等景观之外 还保留了毛利人传统建筑 设置木雕以及编织展示馆 展现产业以及文化特色 县长饶敬林也期盼以此借敬 打造台东成为南岛圆明文化首都 地热间歇城口 蒸腾冒出绿绿白烟 从远处看大大小小的温泉 形成壮观的温泉梯田 这里是位在纽西兰北岛的地夫亚毛利文化园区 除了地热景观丰富外 也是毛利人市居的地方 有着毛利人传统建筑 造其传统房屋和公社式的生活小聚落 在这两个行程当中 其实看到了许多地人应用发展的可能 以及对于文化的保存 传承以及应用有了很多的借鉴 也希望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想法 纽西兰地热占其国家整体能源约15% 是全球地热发电先驱 而台东县同样拥有丰富的地热运藏量 且地热征兆区域多数涉及远住民族领域 天然资源和文化环境与纽西兰相似 台东县府率团前往取经 从地热产业到文化保存都大有所获 这边提供两连最重要是石雕 除了是绿石头之外还有金鱼 我们的乡镇长还有我们的导览人员 其实都做了很多对于文化的交流 希望能够带回来台东作为我们学习的方向 纽西兰毛利人与台湾原住民族同属南岛语系 虽然毛利人口仅占全纽西兰14% 但毛利文化深深影响着纽西兰 台湾县府近年也积极推广原住民族文化与部落产业 希望以文化附赠、环境保育为基地 打造台东成为南岛圆明文化首都 谢谢大家会台东众文报道